為什麼跟前員工 解除了這個勞固的關係 他做了什麼不法的事情呢 就是他做了AB合約 一聲素T神情嚴肅 百萬網紅蔡阿嘎和老婆 員工一起現身 四日晚間上傳影片 正式說明員工寫故案 早在一個月前 蔡阿嘎吳玉瑾在臉書IG 各大社群平台 公開發布法律聲明 強調前員工個人不法行為 嚴重影響公司生育以及原則 即日起終止勞固關係 引發不少猜測 前員工涉化生活 家中堆滿名牌包 曾經引發巡人大波 他在蔡阿嘎公司任職許久 主要擔任業務窗口 如今被多間廠商集體爆料 牽涉到的所有的客戶廠商 大概有二十幾間 原來蔡阿嘎公司 是要由A合約和廠商合作 不過前員工卻由另一家公司 寫的B合約以及發票 向廠商勤款賺取中間價差 在入資第四年後 開始有類似的行為 得手八位數 坦白說我不覺得那是厲害的詐騙手法 我覺得這個要嘛就是蔡阿嘎對他太信任 要嘛就是蔡阿嘎可能對他太需要 要不然這個以一般 就是有制度的公司來說 通常在做集合的時候一下就查出來 另外就在影片發出當晚 蔡阿嘎更發出長篇不自殺聲明 也讓人聯想四年前他和老婆 在街頭遭到攻擊 嚇壞不少粉絲 記得台北綜合報導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